哈囉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 UTA TV 上個星期去逛超市的時候呢 就瞬間發現了一個 小朋友的黑客機 一放進牛奶裡面 他就瞬間變成 草莓牛奶 大家可能會說 欸有什麼初期 牛奶是熱的 你直接把巧克力扔進去 那不會變成 牛奶巧克力一樣的原理嗎 但是UTA發現這個很奇怪 他不需要加熱牛奶 OK 那麼今天的主角就是 這是 Quick Mew 他這個是 空氣產的 就是匈牙利 PCS就是說 有五支 這樣子的 他後面呢 就說不需要剪刀 就直接 插到牛奶裡面 然後直接用它來攪拌 就OK啦 再來讓UTA來試一下 準備了牛奶杯子 但我沒有看說 他要多少升 OK 夠了吧 這麼多 超多 這裡到了 嗯 甜法國牛奶很好喝 很好喝 Good 這個打開 你看 其實按次序來說是 呃 已經開了 哪一條出來 感覺這個好化學喔 就真的像小朋友玩具一樣 呃 說明文呢 稱這個叫做 就是 就是不要剪 就是不要剪 直接放到 那個杯中 第三個就是腳 然後就是 我對這個真的很感到質疑 開始 現在有些人工慢鏡 先喝一口 好像牛奶太多 應該差不多亮了吧 好 開始 人工慢鏡 欸 放進去了 有什麼反應 攪拌 我已經攪啦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得清楚 我是Fail到有牛奶進去了 但是 欸 是不是我看錯說明書了 怎麼感覺不太行 好像感覺被騙了 我懂了 攪拌完之後呢 我們就來吸這個東西 OK Let's go 欸 真的耶 不錯啊 甜甜的 這味道真的還蠻好的 但就是 那個吸得有點痛 那個豬呢 就已經被我吸得差不多 就剩下這麼一丁丁 呃 好不好 好飽 他的那個牛奶 就是放太多 吸到後面就基本上沒有味道 但是它真的是草莓牛奶的味道 百分百是草莓牛奶的味道 真的好神奇 我第一次玩這種小朋友的東西 特別是夏天 如果你要加熱牛奶的話 覺得很麻煩 這個就可以解決那個問題 感覺還不錯 不過我覺得這個 玩性比較大 就是 可能玩的成分會比較多一點 因為你去超市真真正正的 買一瓶草莓牛奶 可以用這種方式喝的草莓牛奶呢 你能夠吸到是草莓味道的部分 沒有特別多 喔 已經融掉了 現在還有一點那個草莓味 就最開始那幾口是非常的濃烈 然後後面就慢慢淡下來 你攪拌久一點的話 牛奶不要放太多 它的味道是均勻的 要不然的話它就會失蹤 就好像有一口很甜 然後有一口又沒有那麼甜 真的好好玩 希望大家喜歡 UTA的這個 這個這個無聊聊奇奇怪怪的 這個什麼歐洲什麼鬼差的分享 好吧 好 那麼今天節目就要見 如果大家一定喜歡 UTA UTA TV的話 請不要忘記給UTA一個LINE 然後 拜託拜託訂閱UTA TV喔 那我們今天節目就要見 我們下期再見吧 掰掰 see you next time 這個李昂的特色小吃 然後我今天買了一些那個 今天買了一些那個麵糰 那個在麵包店裡買一些 蠻特色的東西 我跟他在一起 買了大概有 算一個 三個 然後這是我在巴黎沒有看到過 所以我就會 買了